有些人在一起唱歌 愛你永遠會變歌 你哪會這麼欲信歌 愛我生不得生我 但是今天要來的這一位呢 他在金曲獎上面 簡直換尾跟淋漓盡致 人生有多少愛情的故事 在他手上的吉比一寫 每一條歌扣人心弦 而且幸好他有轉換跑道 一般在寫歌嘛 過變歌手 才有那麼多粉絲都對他在走 你知道嗎 這筆是創作天王 歡迎江志豐 江嗆鼓勵 好帥哦 有些人在一起聽 你找一遍 有魂的我講出嘴 我心裡都沒有準備 我頭幫我找你去 有少人在等親手啊 愛你永遠不會變過 你若會這麼沒心過 還沒想過在生我 有少人在等親手啊 愛你永遠不會變過 你若會這麼沒心過 還沒人追過 有少人在等親手啊 愛你永遠不會變過 你若會這麼沒心過 有少人在等親手啊 愛你永遠不會變過 有少人在等親手啊 愛你永遠不會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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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從十七歲開始生歌 十七啊 開始製作手段 有一些朋友知道 我剛才製作手段就是高級的 就是曹西平 曹大哥的專輯 什麼名字 你製作的還是你自己的 我製作的還是你自己的 他的專輯 最後一個叫做九月星空嘛 九月的星空 期待你的溫柔 對 然後 就離開演藝圈了嘛 對 因為做那一堆之後 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們要怎麼製作 我就開始在舞後 剎歌 然後包括去西三廳駐唱 因為駐唱到25歲的時候 唱名公司的老闆 他就有一天跟姊姊在那裡吃飯 這你們兄弟一樣 那是演奏 沒有沒有沒有 是不是要來唱歌 那個飄撇 對啊 那叫有人演 等一下 我會說不完 等一下 給我加時間 最後就是 因為老闆說 好像不你會唱 不然來出一個專輯看看 因為那人在餐廳 都是唱演技歌 不然就歌曲歌 唱演技歌 所以第一場唱不是唱演技的 歌曲 第一場是賣多少 聽說老闆有賺到錢 老闆有賺到錢 所以後面還要幫他出 你唱一句聽聽啊 國語歌曲 哪一首 那時候出的是 愛你是我一生唯一的錯